現在的位置就是烏膠騰,我今天要去吊燈籠 首先,怎樣來烏膠騰呢?其實很簡單 在大埔區港鐵站只要搭20R的綠色小巴,去到中站就是烏膠騰 又或者是假日搭275R,去到烏膠騰做總站 下車走下來就是這個位置 今天的行程是什麼呢?首先,由烏膠騰出發去三亞村 由三亞村上吊燈籠,然後由吊燈籠再下來 我們現在就是在烏膠騰的出發地方 我們現在沿著三亞村的方向出發 今天的行程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之前雙腳傷了,所以就不想太過烏膠 所以這次就特地找個比較簡單的行程 釣燈籠挺適合的,我順便可以去這個三亞村 先看看 走前一點,就會看到九淡中那幾棵很高的樹 其實那裡也是一個景點 因為到十月的時候,那幾棵樹就會變成黃紅色 吸引了很多人來的 現在在我的左邊就是九淡洲那幾棵樹 這個高高的後面那幾棵樹 如果到了十月的時候,就會變成黃色和紅色 很漂亮,吸引了很多人 那如果有航拍機的話,就非常的漂亮 那當季節的時間是對的 那你航拍機在高空拍下來,就會看到幾棵樹 是變得很漂亮的 那從烏膠騰出發到現在呢 路面是很容易走的 基本上好像走在平路上,也不是很難的 那現在來到一個差不多接近分水的地方了 那來到這個位置呢,基本上如果你想釣燈籠的話呢 就是上面那條上去的 然後左轉上這個吊燈籠的 那上面這條呢,是叫做麗三道 那但是我今天呢,就不是走上面那條 我今天呢,走下面去三雅湯和三雅村的方向 那就走這裡直去 那去到三雅村的時候呢,我由三雅村再上去吊燈籠 那其實我的右手邊已經是海了 那但是因為這些灌籠遮住了 那的時候 ما還會讓我們來點熱 哪個山財 像用幻雪風 我们继续向前方向走 去到三瓦村的时候 我们要左转上吊灯笼 中文字幕组 我们已经来到三亚村 我现在就会游泥山古道去泥头石的方向 然后在泥山古道游转上吊灯笼 我已经从沙漠村去乌鸦屯 现在来到一个交叉位,就是我后面这里 这个交叉位就是上去吊灯笼的了 我们现在上去吊灯笼 然后吊灯笼之后去着芬奇托的方向下山 那里就是这个印洲堂海洋公园 刚才我就在左边这个位置就是沙漠村上来的 那我们现在let's go 上这个吊灯笼 刚才就是那些灯笼上来的 那边就是沙漠村 那基本上呢就上到上去那边的了 真的没多远呢就OK的了 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出发 这边就是沙漠村 泛的 泛要冷靠 泛 泛 泛 泐 終於上來釣燈籠了 416米 後面是深圳的鹽田 和鹽田港 接著這裏 這裏就是印洲塘海洋公園 對面那裏就是船灣淡水湖 這座山就是碼頭峰、大洞、觀音洞 那一堆辣山 亦都是船灣淡水湖交流的路 待會我由這裏回到荔山古道 然後回到烏九藤 從這個釣燈籠那裏下泥 差不多落到一半 一半左右 或者三分一度 就會到荔山古道 我想總結一下 由荔山古道 不管是烏九藤這裏上去 或者是山華村那條路上去 其實兩條路都是難走的 因為沒有樓梯級 很多碎石 所以難度非常難 加上這個時候是接近夏天的時候 今天溫度是23度 沒有暈,也有出太陽 所以天氣非常熱 所以體能方面 就更加要有很多 還有帶足夠的水 如果體能不太好 千萬不要來 練好體能 帶多點水 這樣才會好 走這個釣燈籠 現在我就會跟著這個方向 一直下去 回到烏九藤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裏 謝謝 1801 2 2 3 3 過 10 12 5 4 7 0 boy